后腿拉开,低几点几点,后肘,找对关节,尾骨,下面是棒骨,后腿的大棒骨是熬汤最好的骨头。 大家看一下,咱们剃了个排骨。 五花肉,前走,这扇里的,上面是梅花肉。 月牙骨拿来,好嘞。 大家好,咱们说上如何弃前腿啊,来看好。 前腿这个骨头,咱们因为前腿比较嫩,咱们肉带的稍微要多一点。 先从上面滑一刀,然后从这下刀。肉要多带。 这叫前腿,你看,剃成这样。 剃前腿,你看,把这个肉皮尽可能带到肘子上,要不咱们分肉的时候这个肉皮没哪儿处理。 所以把这个肉皮带到肘子上,肘子也就好吃。上面这个梅花肉,别人来一刀。 咱们这个肘子为什么最后再砸啊?要不现在砸了以后,容易把这个碎骨头,碎骨头就掉这个肉。 你要是脚线了,这都麻烦事,对吧?所以咱们剃完了以后,再把这扇骨砸下来。这样这个肉比较干净啊。 这关键来了啊,你看这个,这个地方要紧贴着骨头,要不下面是白的。 这是关键点啊。咱们剃完了,你看这个扇骨,剃完以后把这个玉岩骨剃下来。 因为这个玉岩骨卖的比这个扇骨要贵得多。所以咱们剃完了以后,你看一下这个肉。 整整齐齐的,这样好分啊。 大家好,好多粉丝啊,想看前腿如何剃。 你看,一在咱们说说前腿如何剃啊。一二三四,四根啊。 哎。来。 前腿排骨。前腿上的排骨叫前排。前排咱们适当的。 因为这个前排上的肉比较嫩,所以咱们稍微多带点。来,看这前腿。 先把筋排骨去干净。 先把筋排骨去干净。 哎。 筋排骨前腿上的淋帮,我去。 看这个啊,去这个前腿排骨怎么去。把这块肉,去到排骨上最好。 这样咱们剃出的肉好分。 下骨剃成这样。 开始分了啊。 中间来一刀。 下骨剃成这样。 这是前腿的精品肉。 三块,大家看一下啊。 每一块肉。 哎。 看好啊。 关键来了啊。 看这个普通肉怎么来。 这普通肉。 看,翻一下。 这胸口上这块瘦肉。 去下来。 切碎。 这叫精碎肉。 看这块啊。 看这块。 也是把这个瘦肉去下来。 也得切碎。 这叫精碎肉。 哎。 这块肉呢。 看这块肉。 拉开。 嗯。 这就是特价肉。 看见了吗? 特价肉。 看出了多少啊。 这毛里就出来了。 来。 精心肉。 精碎肉。 特价肉。 这个学会了吗? 嗯。 好嘞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